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电影有多小众呢 豆瓣只有四千多人打分 你就说嘛 够不够小众 故事的男主叫关谷 是一个餐厅的老板兼大厨 在餐厅还在装修 没有营业的时候 一个名叫千惠的女孩 来到了这里 做起了服务员 不久两人就坠入了爱河 计划着结婚 可是一天 千惠却突然打电话给关谷 说生病了 要请假一天 各等晚上 关谷来到千惠家去看望她时 却发现 屋里空空荡荡的 人也不见了 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关谷很难过 就像没奶吃的孩子一样 没精打采的 生活就是这样 刚把你推进一个无底洞 然后就会再扔给你块大石头 不久 关谷就被告知 自己的父亲得了癌症 已经时日不多了 这天 关谷去看望父亲时 发现父亲不在 于是就在屋里晃悠了起来 她看到了一个 分装起来的日记本 日记的主题叫白河心 出于好奇 关谷就打开看了起来 可不看不知道啊 关谷一下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了 里面记录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 女孩名叫沙河 从小就不喜欢说话 也不跟人交流 于是妈妈就带着沙河去看医生 医生检查后对沙河妈妈说 这个孩子缺少百合心 必须要让他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 才能解决他的问题 从医院出来 沙河胆怯地跟着妈妈走在大街上 陌生的一切让他感到害怕 那种感觉就像是走在充满荆棘的小路上 身上沾满了带刺的苍儿子 那种恐惧让他无处可逃 这天 沙河一个人在树林里玩 他把捉来的小动物 全部丢进了一个深井的黑洞里 这种虐杀带来的快感 让沙河感到了无比的满足 这时 邻居家的小女孩过来找丢失的帽子 沙河抓了一只青蛙藏了进去 女孩打开后 吓了一跳 掉进了湖里 沙河就站在暗上 冷冷地看着小女孩在水里挣扎 没有伸出援手 也没有呼叫大人来帮忙 言真真的 看着他被淹死了 沙河却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百合心 杀人可以让他快乐 能够给他带来所谓的精神寄托和安全感 那是他出生以来最为兴奋的时刻 从那以后 死亡变成了他的百合心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沙河也变成了一个高中生 这天 一个小女孩的帽子掉进了下水道 同行的小哥哥趴在地上 抓了半天都抓不到 这时呢 过来了一个大学男生 他吃力地掀开井盖 小男孩趴在下面去捡帽子 坐在一旁的沙河看到后 也走了过来 他帮男孩将井盖高高抬起 然后又用力地将井盖按了下去 直接就把这个小男孩给砸死了 看着被砸死的小男孩 沙河的百合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他兴奋地笑了 其实沙河知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百合心这个词汇 小时候医生说的那个词 其实是心灵寄托 只不过对他而言 是什么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刚看到这里 关谷的父亲就回来了 于是关谷就连忙把笔记本又放到了原处 父亲见关谷不对劲 就问他 怎么了 关谷犹豫了一下 本来他想问一下那个日记是谁写的 但是想了想 又放弃了 不久 关谷的餐厅来了一个女人 她说自己叫做西谷 是关谷女朋友千惠的朋友 西谷说 我和千惠是在横并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虽然我的年纪已经可以当他的妈妈了 但我们两个人却一见如故 特别投缘 前几天我在新宿的一个卫生间遇到了千惠 她当时看上去很慌张的样子 然后她说 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不能再来见你了 她和我说了你的名字和你们店的住址 希望我能帮她转达 说声抱歉 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关谷说 她也不知道 千惠失踪后 她去过很多地方都找了一遍 可是都是毫无阴性 西谷就劝她说别担心 她会帮关谷去寻找千惠的 西谷走后 关谷就又趁父亲不在家 找到了那本笔记本 虽然笔记本的内容很阴暗 很压抑 可是总有一种魔力吸引着关谷把它看完 沙和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去了新东方学厨师 在那里 她遇到了一个叫光子的女孩 光子的手臂缠着纱布 渗着血 这引起了沙和的好奇 于是她就一直跟着光子来到了她的家里 光子多年前被男人抛弃 于是就爱上了自残 她喜欢用刀划布手臂 流出鲜血时的那种快感 胳膊上已经密密麻麻 有十几条到八了 沙和很开心 光子相比于其他人也是一类 她觉得她终于找到了同类 于是沙和决定把自己的百合心 由原来的死亡替换成了光子 之后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这天晚上 沙和一个人走在街上 她又遇到了那个料理店的猥琐男 之所以说又 是因为她之前与光子回家时就遇到过他 当时这个猥琐男啊 就一直缠着光子 没想到这些猥琐男开始纠缠自己 流妹儿 去家里耍会儿撒 沙和停了下来 天真无邪的回头看着这个猥琐男 哎 真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非使劲钻 于是沙和就带着她来到了人烟稀少的公园 一路上 猥琐男还不停地 叭叭叭叭叭 妖妈儿 你叫啥子呀 沙和面无表情地说 光子 猥琐男一听 高兴坏了 光子 光不溜秋的身子嘛 我家铁柱 一柱晴天 捅破天的铁柱 哎 你家在哪儿啊 这野外可不行啊 扎得慌 说着说着 两人就来到了接梯口 沙和一看 就故意挽了一下脚说 哎呀 人家的脚脚崩了 你背背人家吗 猥琐男一看 哦吼 然后蹲在地上说 来 上来 沙和鬼没一笑 哼 呀 熙了咧 一脚就把这个猥琐男踢了下去 虽说看上去这个阶梯并不高 但猥琐男还是被摔死了 回到家 沙和把杀死猥琐男的事情告诉了光子 光子担心他们被警察抓到 于是就想一起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沙和说 与其那样 那倒不如别逃了 等学完厨师就出国 去海边开个餐厅 光子听完觉得很棒 至少可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浪迹天涯 沙和却要求光子说 但是从现在起 你不能再自残了 我也不杀人 我们一起努力做回正常人 光子听后认真的说 好 我答应你 可是没过多久 光子又克制不住自己 割了手腕 这次因为失血过多 直接晕倒了 光子很痛苦 他哭着说 对不起 我真的克制不了我自己 如果不割腕 我就无法忘掉过去那个男人 带给我的伤害 只有割腕才能让我感觉 自己还活着 沙和听后有点失落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帮你忘掉他 然后他解开光子手上的纱布 用刀甚深地割了下去 最终 光子在极大的满足和幸福中 幻想着两人美好的未来 失血过多而死了 失去了光子这颗百合心之后 沙和就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光子 并在光子原来的住所住了下去 或许是为了纪念 那个唯一的朋友 或许是想开始不一样的人生 之后 他在饭店找了一份 给后厨打杂的工作 大厨是一个很苛刻的人 一言不合 就对沙和张口大骂 送货小哥也总是对他献殷勤 有事没事就撩他 这让很少与人接触的沙和很不适应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于是他在一年后辞了职 来到街边做起了战阶女郎 曾经是拿着刀具砍着鱼肉 如今成了鱼肉 甚至人百弄 但至少这份工作 不需要跟人打交道 又能躺着赚钱 这天沙和在街边揽客 请问现在几点了 这是日本街头妓女拉克的暗号 路过的男人回头看了一眼 沙和就停了下来 哦吼 这不是光子小姐吗 沙和一看原来是大厨 我需要钱 大厨迎笑着把沙和搂在怀里 等一下 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然后打完电话的厨师 就把沙和带到了饭店的后厨 从来没有试过 在我工作的地方来法的 哈哈哈哈 说着就把沙和抱到了案板上 正当厨师宽衣解带 幻想着各种体操姿势 沙和抄起旁边的平底锅 用力的朝厨师的脑袋砸去 厨师就这样 厨师未竭身先死 一身欲活 憋枪头 杀人之后 沙和哪都没去 他觉得自己被抓到的话 一定是死刑 可他也不想躲 反正现在 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 于是 他就整天在街上闲逛 直到有一天 钱被花完了 他又回到了那个红灯区 这时 他看到在路边坐着一个男人 于是他走上前问 请问现在几点了 男人听完 掏出手表看了一下 九点十五分 沙和一愣 在这红灯区 居然还有不懂暗语的人 于是他又问 请问现在几点了 男子说 我跟你说过了呀 九点十五分了 沙和愣了一下 我需要钱 说完复合的笑了一下 男人看着他也没说话 然后从钱包里 拿出了唯一的一张五千日元 给了沙和 我只有这么多了 然后往前走了几步 又回头对沙和说 你肚子饿不饿 于是两人就一起来 到了一个餐馆 男人给沙和点了一份热干面 沙和吃完 对男人表示感谢 男人说 没关系 希望能帮到你 沙和不解的问 帮我 男人笑着说 我是个怪人 你别在意 我也是个怪人 从那之后 每当沙和路过那个桥头 都会遇到那个男人 就像是专门在那里等他一样 然后 两个人就会一起去压马路 谁都不说话 当有车辆驶锅的时候 男人还会主动保护沙和 这让沙和突然开始 对男人有了不一样的情愫 这天 两人像往常一样吃过饭 男人又拿了5000日元 递给沙和 钱都花光了吧 这个给你 沙和一愣 然后咬腰头 拒绝了 男人说 为什么上次给你 你会要呢 因为当时我以为 那是交易 可还没等他说完 男人就把钱 强行塞进了沙和手里 沙和说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男人想了想 就带着沙和回了家 正当我以为 剧情要向广播提倡方向发展时 男人却裹着床单 躺在了沙发上 然后让沙和用手摸着他的头 两个人就这样 一个躺着 一个坐着 两无声趣的过了一夜 啥都没干 第二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沙和把饭推给了男人 这个 你吃吧 男人看着沙和有些感动 然后吃了起来 沙和看着他 然后莫名的笑了 这是他第一次放下沙心 对着一个男人 犹新的笑 那样子 真的像极了爱情 回家的路上 男人突然问沙和 你是为了赎罪 才去卖淫的吗 你在我身边 总让我觉得很平静 我觉得 可能我们都是罪人吧 沙和愣了一下 追上他说 我不是为了赎罪 是啊 沙和从来都不觉得 杀人是一种罪过 卖淫也只是为了活着 何来赎罪一说 晚上 沙和照旧用手 扶着男人的头 你赎罪 是因为什么 男人说 因为我曾经 杀过一个孩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个小男孩 要剪掉进水沟里的帽子 我帮他抬起井盖 可盖子太重了 我有点搬不动 即便是后来 有个高中女孩 来帮我 井盖还是从我手里 掉了下去 把那个男孩砸死了 沙和一听 有点慌啊 这故事 咋听得这么熟悉呢 男人说 后来 我卖掉了老家的房 把钱都赔给了 男孩的家人 从那以后 我一直活在 过失杀人的阴影里 从来没有睡过 一丝安稳觉 甚至 还因此得上了 性功能障碍 说着 男人拿出一瓶 青环那说 现在 也就只能靠 这个青环那 才能偶尔入睡了 沙和听完 彻底慌了 可还没等他 做过多反应 就跑到厕所 吐了起来 是的 沙和怀孕了 不知道是谁的 沙和说 我要把这个孩子 打掉 因为我是个怪人 我做不了妈妈 男人一听 却急了 他上前 抓住沙和的胳膊说 不管你曾经 做过什么 这个孩子 是上天赐给你的 我们可以结婚 一起抚养 这个孩子 求求你了 就当是 给我的一次救赎 沙和从来 他都没有想过 他这种怪人 会跟男人结婚 更没有想过 自己将来 也会做妈妈 可被男人这么一说 突然就愣住了 或许他说的对 反正自己活着 也不知道 是为了什么 反正自己曾经的百合心 如今也早已 被他融化得差不多了 于是沙和 就跟男人结了婚 几个月后 他们一起来 到了一个山村的房子前 男人说 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这时 沙和发现 自己身上 沾满了小时候 令他恐惧的苍儿子 男人贴心的 一颗一颗 帮他全部摘下 看来 我得先把院子 清理一下 沙和望着他 幸福地笑了 就这样 一个性无能的丈夫 一个卖淫的妻子 如命中注定般的 有了一个 属于他们的孩子 孩子出生后 沙和感觉 就像恶灵离开了身体 连同当年的光子 一起排出了体外 他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学着做起了妈妈 做起了一个妻子 而男人 也走出了阴霾 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 一家三口 过上了真正幸福的 平淡生活 心病解开了 心魔赶走了 曾经布局的男人 就变得月月欲试 于是 他在一个下雨的夜晚 钻进了沙和的被窝 两个人都艰难的 做起了第一次 爱的广播体操 这对沙和而言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自己被脱下的衣服 就像是被爱情 褪去的荆棘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一丝不挂的 呈现在男人面前 不仅没有觉得恶心 反而身心愉悦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孩子也在 一点一点的长大 沙和跟这个男人的生活 也越来越幸福 美好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 总喜欢在你 忘乎所以的时候 撕开你曾经的伤疤 让你看清你曾经的样子 让你想起 你不想记起的痛 这天 洗过衣服的沙和 正帮孩子 摘出站在身上的苍儿子 突然一个男人 找上了门 而这个人 正是沙和当年在饭店 后厨打工时 经常骚扰他的宋伙公 沙和瞬间就愣住了 呆呆的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宋伙公一脸坏笑的 对沙和说 嘿嘿嘿 好久不见啊光子 哦不对啊 你的真名叫沙和对吧 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爱你的宋伙公啊 沙和胆怯的问 你 你要干什么 那个男人说 你还记得那个厨师吗 几年前 他在厨房被杀了 可是到现在 都没有找到凶手 他死的那个晚上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他遇到了你 一碗麻辣烫的钱 可以睡你一晚上 还说要带你 去厨房搞一次 可是后来 他就死了 你说 我该不该把这件事情告诉警察呀 沙和一听就懵了 他不想让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 被这憋犊子给毁了 可是当着孩子的面 他又不能怎么样 于是就跟着宋伙公来到了宾馆 嫁意开房 然后他将丈夫之前用来帮助睡眠的清华娜 放入酒中 堵死了宋伙公 不久 警察就找上了门 警察说 他们在宋伙公死后 从他的记事本里 找到了沙和的姓名和地址 所以前来调查 沙和却说 这个人是因为一直爱慕自己 所以偶尔会来骚扰自己 警察拿出了一个苍儿子说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这个 会不会是宋伙公自己身上粘的呢 见沙和没有吭声 警察又接着说 你知不知道 在你曾经工作的饭店 也发生过一起命案 跟这次一样 现场都没有留下嫌犯的指纹 沙和有些紧张 低下头什么也没说 警察走后 丈夫拿出那瓶清华娜 看了很久 他问沙和 刚才个事儿 真的和你无关吗 沙和听后 联盟否认 可是丈夫已经起了疑心 钻嘴上说着 他相信沙和 但还是希望他能坦白 沙和也知道 自己再也瞒不下去了 可是又不知道 该如何亲口告诉丈夫 自己的所作所为 于是 他就把自己的所有事情 都写了下来 并在最后写上了 希望你能照顾好 我们的儿子 关谷 关谷看完日记 彻底崩溃了 啥玩意儿啊 这信息量有点大 喂 这时父亲回来了 父亲说 既然你看了日记 你更应该知道 你妈妈是真心爱你的 当年你妈妈写完日记后 就趁着天黑 来到河边 选择了自杀 可是就在这时 你也追了过来 跳进了河里 可因为不会游泳 很快就被河水淹没了 你妈妈健壮 连忙去救你 她把你推上了岸 自己却被河水冲走了 可是不管父亲怎么解释 关谷实在是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他崩溃的开着车 回到了自己家 一拳打碎了玻璃 这时 西谷赶了过来 对关谷说 他找到了千惠的下落了 原来 关谷的女朋友千惠 之前结过婚 他的老公是个人渣 婚后就逼着千惠去做小姐 后来千惠实在是受不了 就跑了出来 之后就遇到关谷 千惠的人渣老公追到后 就以千惠父母为妖邪 逼着千惠回到了他身边 然后 又开始逼他出去做小姐 现在 应该就关在东京的一个公寓里 关谷听后很着急 回屋就准备拿刀去救千惠 西谷见状 连忙上前阻止 你要干什么 他们可是一群流氓啊 关谷却说 无所谓了 反正我身上 流淌着杀人魔的血 西谷听后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拦住了关谷说 你现在去东京 也不知道他在哪 交给我吧 我一定帮你查出具体位置的 你先在家等着我 我明天找到后 再给你打电话 可是关谷哪里等得了啊 开着车就来到了东京 他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东京的街头上 开着车到处乱跑 天亮了 他终于接到了西谷的电话 可等他拿着刀 赶到西谷说的那个地方后 却发现屋里的那些坏人全死了 千惠的前夫也被人杀了 正当他抱着女朋友千惠 准备离开时 却无意间 在地上发现了一颗苍儿子 之后 关谷开车把千惠送回家 千惠哭着说 对不起 关谷抚摸着他的头说 没关系 西谷女士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千惠说 你是说光子吗 关谷一下就愣住了 日记中的沙盒 总是对外人宣称他叫光子 千惠也说 西谷其实就叫光子 当年沙盒杀死孙祸公的时候 就在现场留下了一颗苍儿子 如今关谷在救千惠的时候 也在现场发现了一颗苍儿子 那根据推理 西谷就是沙盒 换句话来说 西谷其实就是关谷的妈妈 而今天的那帮坏人 应该也就是妈妈杀死的 于是关谷开车 连忙找到了父亲 他大声的质问着 我妈妈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死 他又杀人了 替我杀人了 说着 关谷就把那颗带血的苍儿子 递给了父亲 父亲看见后菜也满不下去 就跟关谷说了实情 原来当初妈妈救下关谷后 并没有死 而是被及时赶到的父亲救下 在母亲住院期间 父亲读完了母亲血下的日记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心爱的女人 居然是一个杀人狂魔 给自己留下终身阴影 杀死那个小男孩的元凶也是他 于是第二天 父亲就把母亲带到了一个水坝上 给他挥下几粒药丸 绑上绳索 带上铁块 准备把他推进水库杀死 母亲没有反抗 也没有逃脱 就静静的让他把自己绑好之后 含着泪水 一个人登上了堤坝 可就在这时 父亲还是心软了 他把母亲抱了下来 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 最后 父亲赶走了母亲 让他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 他和关谷面前 关谷听完后 崩溃的回到家 发现西谷正在照顾千惠 于是他把西谷叫了出来 说 其实 你就是我那个杀人魔妈妈对吧 你明明承诺过 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的 你为什么要出现 为什么 沙河蜷缩在一旁哭着说 我只是想帮助你和千惠 希望你们在一起啊 原来 当年沙河离开后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就做了整容手术 之后 又在餐厅打工时 认识了千惠 千惠因为丈夫的虐待 手臂上 留下了许多割腕的疤痕 这让沙河想到了光子 于是就和千惠成了朋友 后来 他在一个卫生间 无意中遇到了 准备回家的千惠 这时他才知道 千惠的男朋友 居然就是自己的儿子 光谷 无巧不成熟啊 命运总爱折磨人 兜兜转转了一圈 为了儿子 他又再次杀人了 光谷听完崩溃了 他咆哮着说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杀死那个千惠前夫的人 应该是我 沙河哭着说 你不行的 你根本下不了手 光谷说 谁说的 我身上流着你的血 我是杀人魔的儿子 我也有百合心 说着说着 就抓住了沙河的脖子 沙河听后崩溃了 那你杀了我吧 于是 近乎疯狂的光谷 就用力地掐住了沙河的脖子 摁倒在地上 就在沙河奄奄一息 濒临死亡时 光谷松开了手 是的 他做不到 就像当年父亲放走母亲一样 在最后关头 光谷也停下了杀手 故事的最后 沙河离开了这里 并向光谷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他面前 他去了医院 找到了那个曾经 给他过幸福生活的男人 两人犹如初见 就像青春不曾老去 就像现在 未曾来过 看着彼此相视一笑 谁都没说什么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根据 同名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 整体来说 那是相当的不错啊 时长有限 我就不过多解读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下载观看哦 我是玉甲罗莉 接口行的 全能小王婆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 标记一口 砍到你的脸上哟